習近平為首的北京當局 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倒查20年貪腐問題 並整治金融和教育等領域 中共官場風聲鶴蕾 近日林鄭月娥釋出改組港府的消息 鄧炳強再次強調 期望推動23條立法 以及香港選舉委員會選舉等 彰顯港版國安法治下的香港黨已無處不在 尊重北京議員港府將大改組 繼6月25日香港政府高層改組後 民意支持率持續低迷的林鄭月娥宣稱 現在是構思政府重組的時機 這是施政報告無法迴避的問題 目前共識是政府應設立專屬政策局 推動文化工作 並加強在土地房屋方面的內部協調 香港媒體引述消息人士披露 林鄭月娥為了配合北京當局十四五國家計劃 將香港建成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會增設文化及旅遊局 管合文化政策出版電影、創意產業及民物保護工作等 另外 運輸及房屋局將會一分為二 運輸物流、房屋政策將分別由獨立的決策局負責管理 按照林鄭月娥的說法 目前香港社會已經恢復平靜 並完善了選舉制度 與以往相比 立法會更有意願配合港府工作 因此是思考大刀闊闊地改組港府的時候 然而無風不起浪 事出必有因 趙薇等大陸娛樂明星突然遭風散 以行政集團為代表的房地產業 面臨著翻版雷曼兄弟的危機 趙薇本人與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弟弟 曾慶懷關係非常密切 曾慶懷是一個橫跨政商界的具有爭議性的人物 頭頂文化大亨的光環 在中港娛樂圈十分活躍 趙薇的丈夫黃友龍背景很神秘 外界孜孜甚小 從其公開活動場合來看 他與馬雲走得很近 而馬雲則是以江澤民家族為靠山 恆大集團掌門人許家印強大的背景 通過他能夠受邀出席中共國慶 黨慶大典就可想而知 江澤民孫子江志成 創辦的私募股權公司 波裕資本總部已經照言千里 北京當局成立副部級文化央企 紫荊文化集團進駐香港 香港選委會選舉制度的改變 北京對香港房產巨頭 提出共同富裕的要求等 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如今香港 靜頭變幻大王旗 時勢比人強 有意尋求連任的林鄭月娥 只能夠尊從習近平為首的北京當局議員 對港府進行大改組 時過境遷 二十三條已成燙手三戶 近期港府多次提及二十三條立法問題 林鄭月娥6月22日公開回應 由於港版國安法 第七條要求港府進行二十三條立法 此項工作由保安局牽頭進行籌備 但強調 今屆港府任期不足一年 預估 沒有能力 在現屆任期內完成立法工作 因此只能盡力做好籌備工作 對於香港回歸二十幾年 沒有落實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 林鄭月娥認為 在涉及局安問題時 港府有依照 社團條例等相關法律文件進行處理 6月份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亦聲稱 港府從未停頓二十三條立法研究工作 此項立法可填補港版國安法的不足 在8月接受港媒採訪時 已升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再次強調 香港二十三條立法事在必行 李家超並非首位評論二十三條立法的港府官員 林鄭月娥 透露港府大改組的消息後 新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在9月13日接受香港媒體專訪時宣稱 港府落實港版國安法後 社會趨於平穩 需要解決內部問題 將會著手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 期望在下個立法會期內完成 這並非是鄧炳強首次評論二十三條立法問題 6月26日 剛升職逆日 鄧炳強就主動提及 二十三條立法必須盡快做 亦承認今年內未必能完成 對於北京當局和港府來說 二十三條立法是個非常敏感且矛盾的議題 二十三條立法如果是通過 更有利於中共控制香港 但港府則承擔所有的罵名和罪責 二零零三年以董建華為首的港府推出二十三條立法 爆發了舉世觸目的五十萬人 二零零三年香港七一遊行 比於國防壓力 港府撤回二十三條立法 董建華也未能完成香港特首第二個任期 暗言提前卸任 2019年爆發的反送中運動 對於習近平為首的北京當局來說 這是一次絕佳的掌控香港事務話語權的機會 在二十三條無法立法的情況下 藉此推出港版國安法全面掌控香港事務 由官方公開信息資料來看 港版國安法與二十三條 只有在禁止分裂國家顛覆中央政府等兩種行為存在交集 前者是由北京當局制定 後者則屬港府立法工作 港版國安法適用範圍更為廣泛 被解讀為除了中共所承認的外交豁免權之外 地球上任何國家公民 只要被認定違反港版國安法 都將面臨著被捕的狀況 該法第七條 還明確要求港府 盡早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工作 在執行方面 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細分出叛國 煽動叛亂外國政治團體 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 撤取國家機密 以及本地政治團體與外國政治組織聯繫等罪名 這些並不在港版國安法範圍內 習近平陣營這種佈局 體現出了中共權鬥的證明之處 在港版國安法之前 對於二十三條始終未能完成立法的實質原因 習近平不可能不明白 儘管港版國安法觸犯中路 但歸在掌控了香港事務話語權 對內宣傳也可稱為是 習近平的一大政績 穩定香港社會 對中共黨內來說 這個比韓正及其背後的江澤民 曾慶紅等人做得好 對習近平來說 二十三條立法並非他任內提出的議題 加上該法早已聲明狼藉 出於對黨內某些潛規則的尊重 推給港府去執行 自身事外 還可以借機對黨內各派系 香港代理人進行重新洗牌 打擊政敵 可謂一箭三雕 依照港府職責 雖然二十三條立法是由保安局牽頭 但負責研究和草耳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系律政司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自從上任之後 基本沒有談論二十三條立法的意願 甚至推給林鄭月娥 並聲稱留待行政長官作決定 如今港版國安法治下 港府再沒有任何理由 擱置二十三條立法 林鄭月娥、李家超、鄧炳強 和鄭若驊等港府高官 心中十分清楚 誰推動二十三條立法 誰將是北京當局的替罪羊 雕吊這個燙手的珊瑚 只能看是否早上有得 完善後香港首場選舉結束 打破BRD紀錄 中共直接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 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 9月19日舉行首場選舉 今次選舉投票率近九成 破盡力界紀錄 成績受港府和親共陣營吹捧 但背後真相是甚麼 這場選舉還打破BRD紀錄 行政長官選委會選舉 已在9月19日下午6時結束投票 特首林鄭月娥當晚發表聲明 稱投票率反映各界成員 支持新選舉制度 選舉象徵了香港政治體制 落實了愛國者治港 他又稱 完成選委會、立法會和特首換屆選舉後 香港將進入新時代 歷史上最高投票率 根據香港選舉事務處公佈 今屆選委會選舉投票率為89.95% 破盡力界紀錄 更有三個屆別分組的投票率 達到完美的百分 包括法律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以及環境界、創新及科技界 翻查紀錄顯示 2016年選委會選舉投票率為46.53% 2011年為27.6% 2006年為46.8% 2011年為19.49% 選民人數跌97% 不過 史上最高投票率 配後的真相 是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3月通過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 雖然將議席 由1,200個增至1,500個 但選民基數較以往暴跌 綜合網媒香港01 立場新聞等報導 完善後的第一場選舉 以往選舉的個人票被取消 編成只有指定團體才能投票 令合資格選民 從之前的上屆2016年的24萬人 報DG餘下7,971個個人以及團體選民 跌幅達97% 同一時間40個界別分組中 需要經選舉產生的有36個 但今屆有多達23個分組出現 提名人數與議席數目 相同的情況 意味著全部600多人自動當選 連同約370名由指定團體提名 產生的席位以及當然委員 選舉前已有多達7成的選委席位 已經塵埃落定 歷來最少人投票 也就是說 9月19日投票當日 實際要投票的只有364席 來自13個界別分組 可投票的選民總數 僅4889人 也是歷屆最少 投票率100%的法律界 合資格團體選民僅30個 同樣投票率100%科技創新 也只有54個團體選民 該界別的登記選民上屆有多達1.2萬人 跌幅超99% 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人大決定下 特首選委會的權力大增 除了可以提名以及選出特首外 也可以提名立法會議員 同投票選出40席立法會議員 警察比投票人數多 另外雖然19日 只設有5個投票站 但香港警方部署了 至少5,000至6,000警力 來保障這場選舉安全 警察數字 遠多於投票的4,800人 當日這些警察 除了高姿態巡邏 也監察是否有人在網上煽動破壞選舉 對此 官員極力表示警力人數安排恰當 當日九龍公園票站外側 有市民舉起完善選舉制度 簡直是大笑話的標語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14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